凉拌茄子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凉拌茄子 天气热了大家都喜欢吃点凉拌菜 那么今天这道凉拌茄子非常适合大家 这道菜肴的特点是非常开胃下饭 而且老少都爱吃 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制作过程吧 首先我们要准备几个小一点嫩一点的茄子 用清水清洗干净 然后摘掉茄子的顶部花饿 茄子清洗干净后最好用清水浸泡一会儿 可以有效去除茄子上残留的农药 因为我们做这道菜是不去茄子皮的 接下来准备一口蒸锅 里面放适量清水 把清洗好的茄子直接放进去 然后盖上盖子 等上汽开始计时蒸半分钟即可 接下来调一个料汁 碗中放入适量大蒜头 然后用擀面杖把蒜头捣碎 有些朋友喜欢用搅酸器搅碎或者直接剁碎的蒜末 做这道菜用那些方式做出来的蒜末口感不好 必须要这样捣碎的蒜末味道才浓郁好吃 像这样就差不多了 切一点葱花备用 不喜欢葱花也可以不放 香菜切成小段备用 小米辣切圈备用 不能吃辣可以不放 把葱花和小米辣先放进蒜末中 接下来调料汁 4小勺酱油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调制 香醋2小勺 白糖小半勺3克左右 鸡精一勺 搅拌均匀备用 时间到了 把茄子拿出来放入盘中 然后把茄子自然放凉 茄子放凉后 用手把茄子撕成小条 大家一定要放凉之后再撕开哦 不然会烫手 不用撕太小条 差不多就行了 我们现在把香菜段放入蒜泥中 然后把蒜泥和香菜翻拌均匀 接着把蒜泥倒入茄子中 然后用手轻轻的搅拌均匀即可装盘 好了 现在我们好吃下饭的凉拌茄子就做好了 这是非常开胃促进食欲的一道美食 不信你们也做一道试试吧 好了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 更多家常美食期待和您一起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